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你赶快来一趟公司啊 好 我马上过来 董事们都到齐了 你们兄弟俩有什么要说的 各位董事 由于对公司发展的方向有分歧 我跟黎天决定从公司撤股 什么 撤股 撤股 这怎么行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跟黎江将没有任何关系 预祝各位 一切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俩混账东西 这么一来 公司要毁在他们手里了 是啊 公司现在本来麻烦就多 再加上这两个混小子这么一闹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现在李董爷不在 这不 这不乱了套吗 这是 白鹤啊 明朗最听你的 你去劝劝 看他能不能回来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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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股的决定是关重要 你不能这么草率 再说 公司是江家和离家的心血 你这么做 你怎么向你爸妈交代啊 之前我已经说过 公司不同意我的计划 我只能选择撤资单干 你太冲动了 我知道在你眼里 我做什么都不对 但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的选择是对的 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明朗 你并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 我知道在你心目中 早就已经没有我了 你能不能冷静下来 来听我说 我很冷静 我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 你早晚会看到这一点 等百合来了再说 那好 百合 你和明朗谈过没有 没有用 明朗坚持这么做 谁也拦不住 百合 你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黎江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你们家的事情 我们也不便过问 但是公司现在非常被动 我们几个老伙计 以前都听李董的 李董在的时候 我们很少插手 但是你对公司业务情况 非常不熟悉 所以我们得一起商量个对策 公司这么多年的基业 不能就这样让两个混小子给毁了 你们和我爸 还有黎叔叔都是好朋友 这个公司也倾注了你们的心血 我想 你们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 公司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吧 虽然我现在是公司的股东 但在各位面前 我还只是个小辈 生意上的事我不懂 我也没有权利说 不过 我希望 大家不要对公司失去信心 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就一定可以共渡这个难关 对 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们千万别自乱阵脚 得想想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嗯 游戏开始了 喂 红衣啊 红衣想你了 想请你吃个饭 你爱吃什么呀 我什么都行啊 我就是想找一个静的地方 跟你说说话 好啊好啊 那我就带你去吃一些 你平时不常吃的东西吧 好好好 那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啊好啊 那我就带你去吃一些 那一会儿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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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 你还没有吃过西餐吧 这家餐店的牛排啊 很不错的 哦 哦 用这个啊 嗯 尝尝 嗯 好吃吗 呦 真的很好吃 好吃以后我再尝带你来 嗯 可能以后啊 没机会了 为什么呀 我要回老家了 好好的 为什么要回老家啊 嗯 家里有点事 我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嗯 没事 那我抽空去看你 真的 嗯 百合 有你这句话呀 我真是太知足了 快吃吧 百合 我呢 是个过来人 我能理解你 你现在一个人带着云朵 真的挺不容易的 没有 云朵我很听话 我也不用操什么心 我呢 是外人 有些话 可能不该说 可是我看见你跟明朗 现在这个样子 我挺揪心的 明朗是个好孩子 我能看出来 她心里啊 真的是有你 你们年轻人哪 就是冲动 彼此啊都退一步 自然也就过去了 嗯 红衣 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心里也都明白 可是 一旦落到自己身上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啊 嗯 百合 嗯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 什么 宁夏是我的女儿 啊 你说什么 真的是 我已经跟她证实过 她是我多年失散的女儿 百合 其实你 红衣 你是不是搞错了 宁夏的父母 都已经过世了 是谁告诉你的 我在云山的时候 是雨萱告诉我的 哦 雨萱就是 宁夏当时在福利院的哥哥 他们的父母是同事 都是地质看察队的 而且是 同时遭遇到了山底滑坡去世的 后来他们就一起被送到了福利院 这不是真的吧 这不是真的吧 是真的 雨萱不会骗我的 后来他们分别被不同的人家收养了 红衣 你要不去民政局查一查吧 那里说不定有 宁夏当时在福利院的档案 应该会有她亲生父母的资料 好 红衣 红衣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白鹤 这件事千万要保密 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 好 照理说 你要查宁夏的资料 我们不能随便透露 但是看你这么大本年纪 也怪可怜的 就告诉你一点 她的父母 都是江西的 你的男人 你是很难的 你的人 都 你都 都 你都 不到你 不是 你都 你们俩把股份从公司撤走了是吗 妈 公司现在一点起色都没有 别跟我说 跟你爸说 你爸他在这儿躺着呢 他能听见 妈 这全都是我的注意 你给我闭嘴 我没问你 你让他自己说 你爸现在身体还热着呢 他还没死 你们就要分家产 你们拿我当什么了 把我当成管你们吃喝拉撒的老妈子吗 我跟你爸这么多年 含辛茹苦 省吃俭用 把离世从一个小公司 做成今天的大集团 我们容易吗 这些不是让你们拿来随便挥霍的 你们都为公司做过些什么 妈 现在就要来分家产 凭什么让你们拿走 你们认为你爸现在躺在这儿 你们就可以来欺负我是吗 妈 别叫我妈 我没有你们这两个儿子 都给我滚 你还不走 这么晚了 还不睡啊 在这玩什么牌啊 我要跟你谈谈 你要跟我谈些什么呀 我们看门见山吧 你跟明朗另立门户 我要你那份股权的一半 怎么 你还没吃夜宵啊 胃口这么大 胃口大不大 得看我的心情 别以为你绑架云朵那件事情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明朗的话 你认为他还会跟你合作吗 这件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急啊 不明白的话 我慢慢帮你分析 这双鞋呢 是云朵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 百合去云山的时候 把这双鞋也带了过去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红衣的房间里呢 明朗告诉我 说你们把小家伙赎回来的时候 他的脚是光着的 说是把鞋落在坏人的房间里了 可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是红衣做的 我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红衣那个不争气的外甥赵贤孙了 可是这个家伙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他也不可能有胆量做出这样的事情 更不可能设计出这么精密的手段 所以 这件事情 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 怎么样 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啊 红衣只是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双鞋 而他没敢说出来 分析精准 眼识到尾 可是我听来听去 这好像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是啊 我一开始呢 也只是怀疑 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可是你跟明朗说 你用天衣做抵押 用这笔钱当了人情 帮他把小家伙赎了过来 我查过了 三天后这笔钱 还有哪能说 他们有这个来的 还有 我都不相信我 最 ook 也是 我能帮他们 养成做抵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知道吃 也不会安慰我 以后百货不会再来看你了 别难过了 没有良心 就值得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坐在那儿又不说话 想干吗 我就是提不起精神做事情 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了 你这个老板啊 可真够闲啊 我不是闲 只是没什么事情好做 怎么可能呢 盖房子这么热的事 多赚钱啊 我在你的心目中 就是那么爱钱的一个人吗 你看现在大城市的房价都这么高了 好多人呢 买房子都负担不起了 所以我呢 就打算在二三线的城市里 建一些廉价的商品房 一来地价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钱呢 当然要赚 但是刚才都是我所想的 特别是我失去了最爱的人之后 我才知道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有多么重 我呢 已经错过了那段 跟爱人在一起的缘分 说着说着怎么又说到这事了 不如我们两个没有家的人 生活在一起吧 你说什么 不是不是 我说的就是我们两个就保持 房东跟租客的长久关系好了 远亲不如近邻嘛 那大家互相有个照顾不是更好吗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对了 又打算熬夜吗 对啊 时间太赶了 做不完我心里不踏实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心里面有想法的人 那不如这样吧 你就做你的工作 我就在旁边 慢慢地欣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你不睡觉了 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你在哪里看过大老板每天都要上班的 随便你吧 干净 那别人 就这么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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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哥 明朗 公司已经输回来了 他怎么会在这里 是我忘记通知你了 是这样的 从今天开始呢 你我 庄琪就是合作伙伴 我们都是从黎江出来的 本来就都是自己人 所以以后的合作就会更有默契了 我不想跟这样的人合作 有件事你先搞清楚了 我今天出现在这儿 为的是做生意 而不是跟你交朋友 凡事都要想清楚了 你先想好你的目的 做大事 可不能掺杂个人情绪 那样会影响你的思考 是你没有搞清楚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才把事情弄得复杂的 明朗 你要我该怎么说你好呢 现在我们是做生意 做生意的第一目的是什么呀 是赚钱 现在我们的情况应该很清楚 我们可是背水一战 我们现在应该团结 更多外围的力量 来巩固自己 成功才是第一大目的 我们这次要做的 不只是要证明给那些人看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还要告诉那些 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 我们是优秀的 明朗 从今天开始 你 我 庄琪应该通力合作 协力把这个公司办好才对 这份合同 我跟庄琪已经看过 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这块就是我们上次看的那块地皮吗 真的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你好 你好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江百合是不是住在这儿 你是 李伯 百合 那先进来吧 李伯 你身体好了 好了 你看这不是很利索吗 不要站在这里讲了 到里面去坐吧 我给你们倒茶去 谢谢 进来坐吧 好 李伯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找你可费了劲了 上次来支江 听曹操说了你的事以后 把我给齐的 我就找到了李家 他们说 黎明朗上云山找你去了 李家全是混蛋 我在那儿骂了一通以后 也就回家了 昨天 我给曹操打电话 才知道你回来了 对了 你怎么回到这儿来了 刚刚那位是我的新房东 这是我租来的房子 租回来了 巧了 是啊 再聊什么 先喝杯水吧 谢谢啊 您喝水 谢谢 高翔 这是李伯 是我爸的司机 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你好 我家之前仓库着火 李伯也受了伤 他之前一直在老家养着呢 高翔 那个 你先去忙吧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你接着说 我这次来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什么重要的事啊 你爸爸妈妈生前 在银行里存了些东西 银行 存什么东西啊 先生和太太 在出事前曾提到过 他们也没把我当外人 也没闭着我 反正我听说 好像是以你的名字 在银行保险库存了一个什么 保险箱 什么的 说是 要等你结婚以后 再交给你 保险箱 保险箱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装的什么 我可不知道 但是他们说了 密码 就是百合花项链 是吗 那我现在去拿 您等我一下 好 李伯 不好意思 我不是想多管闲事 只是 只是 我看百合好像没什么家人 但是我 已经把他 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我看到最近好像不太开心 不如这样吧 如果有什么 可以帮到忙的地方 只要我可以帮得到的 您千万不要客气 随时都可以直接跟我说 好 好 高想 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 要跟李伯说 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那好吧 不好意思 谢谢啊 不客气 李伯 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热心 您别介意啊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 对 我听先生说过 保险箱是用你的名字开的 密码就是这条项链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我们先回去吧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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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电梯 这个密码真的是一三一四 的 他肯定是吗 他肯定是吗 怎么了 两千万 活在之后又是巨额赔款 公司资金周转又不零 真没想到原来爸妈 留了这么大一笔钱给我 他们一直都没有跟我提起过这笔钱 他们的一番心意 你现在都已经收到了 我想他们一定会心安的 可悲啊 想不到 原来我一直是有眼不识泰山 你居然那么有钱哪 我们可以当一辈子好朋友吧 你一个大老板还能看得起这点钱吗 我怎么会看不起呢 我那些钱都是辛苦赚回来的 你现在就是动动手指头 去开个保险箱 就有两千万 我怎么可能不羡慕呢 但话又说回来 两千万 足够你付几十年的房租了 那我们就一起住几十年吧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房子卖还给我吗 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还是先让我考虑一下吧 对了 这张光盘是什么呀 不知道 白河 白河 我们亲爱的女儿 妈 我和你爸爸 经过再三思了 还是决定 你这种方式 把你的身世和来历告诉你 什么 你的身世 你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上天赐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是因为 你并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二十多年前 我们是通过民政部门 把你给领养回来的 关于你的生父生母 我们只知道 他们是有难言之隐 才放弃你的抚养权 孩子 你知道了这个事实 一定会很难接受 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 他们是爱你的 他们之所以和你天各一方 一定有他们难言的苦衷 白河 如果有一天 你能跟你的亲生父母相认 我们衷心地尊重你的选择 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团聚 生活 哪怕是为此 跟我们分离 不管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我只想告诉你 我跟你妈 感谢你的到来 感谢你二十多年 跟我们相依相伴 我们会像世界上任何一对 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一样 全心全意地疼你 爱你 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 俗话说得好 人无白日好 花无白日红 我和你妈妈收养你的那一天 就决定给你攒一笔钱 即使以后我们不在你身边了 你也能用这笔钱 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你过得好 希望你快快乐乐地生活 当你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 就是你应该 勇敢面对一切的时候 你是我的精心呵护的小百合 你就要结婚了 也就要成立自己的家庭了 将来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要像我们疼爱你一样的 疼爱她 像我们保护你一样的 去保护她 去吧孩子 去享受外面的阳光雨露 不要害怕暴风骤雨 有我们 一直支持你 一直爱你 祝我们的小百合 永远幸福快乐 你要幸福 要勇敢 你 爸 爸 我会幸福的 我会幸福的 我会快乐的 百合 你不要哭了 其实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你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别人去帮 遇到再大的困难 你都会自己去扛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你的幸福 是你的付出换回来的 不要在意过去 不要在意 与你不相关的 那些过眼云烟 你只需要 好好的做你自己 去爱你自己 好好的做你自己 红仪啊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 怎么不接呢 我昨天有点事 没来得及告诉您 我看你房间里 行李都打包好了 什么意思 你又要走啊 你可不能走啊 红仪 你再走 这家就剩我一个人了 太太 您还没吃饭吧 我给您做饭去 行了 别忙这忙那的了 怎么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看你脸色这么难看 没有没有 就是昨天没有睡好 没睡好的话 就赶紧回屋歇着吧 我呀出去有点事 等一会儿我回来了 咱们俩再好好聊行吗 要我陪您去吗 不用了 回屋歇着吧 好 快去吧 去歇着吧 没事啊 去吧 喂 大华 那个表姑有点事 想问你一下